嗨,大家好,我的ID是JME,但是大家可以叫我謝吉米,就是他其實是念吉米 然後,就是這是剛剛邵高提到的那個基礎建設松裡面其中一塊,就是issue的aggregator,或者是叫收集器 那剛剛大概要在上台的前十分鐘才知道原來有另外一個人,就是最一開始做這個的人,他又在那個新的做法 不過我還是講一下就是我這邊做的,那其實他要做的一個解決問題就是讓大家可以透過,譬如說這個專案是用什麼語言 或是這個專案下了什麼標籤,然後讓任何人都可以輕易的搜尋,依照自己的技能,或是自己想關心的議題,下去幫忙這樣子 那我目前這邊算是做到一半,因為現在還沒有那個畫面,所以就是看一下結果 好,那實作的細節我就不多說,那基本上他就是去DHUB把issue通通都抓下來,然後就製作成API 所以這邊就是實際上可以購的API,就是說這邊是把所有的專案列表給抓下來 那如果我沒有抓的是issue,那他就會把所有的issue可以抓出來 那下query,就譬如說我希望 好,就這邊 好,就這邊 好,這邊 就是這個是,他的語法比較特別一點,因為我是用別的工具 然後那工具他就是基本上直接把database轉成API Server 所以基本上我沒有寫API 就是他是,我是用工具,他就直接把我的db轉成API Server 這樣子,那他有一些特別的語法,不過他有一些,就是一些小bug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子,所以如果對這專案有些想法,或者是剛有Jeff,一位叫Jeff 對,那我們一會可以再討論一下 好,謝謝大家 好,謝謝DAMI 對不起剛剛忘了說,下一位是那個查理跟阿毛 好,對不對